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人的败坏是经由本性的堕落变坏 然而此堕落变坏并非来自原先本性 我们否认人受造的本性是败坏的 目的是指明败坏是因外来发生的事件临到人的本性 并非人当初受造的本质 当我们说此败坏是本性的 是说明世人不是因为经由犯了罪行才开始有败坏的罪性 乃是因承洗亚当的罪性 人与生去来就有了败坏的罪性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真理 我们本为 我们就本性而言是可怒之子 神创造万物连最小的受造物他都看为是好的 怎么可能会对他所造的人最高贵的受造物发易怒呢 显然他是因为人堕落变坏成罪人而发易怒 因为人犯罪堕落而本性变为败坏 所以成为可怒之子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我们结论说 世人的本性因为承洗十足亚当 与生俱来是败坏与错谬的 亚当堕落之后人性是败坏的 所以称世人的败坏是本性的 指明在我们肉体中掌权的罪 若没有神的恩典拯救改变罪人 则罪必然是在世人本性里面做王 叫他死 异端邪说 想要将世人的罪性归咎于人的物质身体 其实是想间接归咎于创造主 这是愚昧且邪恶的 天使没有身体也犯罪堕落 主耶稣倒成肉身 有身体却未犯罪 可见身体不是犯罪堕落的原因 也不是本性变为败坏的来源 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 身体灵魂都被罪污染 都死在罪中 我们在主基督里蒙恩得救 人性被彻底更新 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成为圣洁 最终完全得赎得荣耀 真是何等奇妙的救恩 何等长阔高深的爱